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缘唐善书 昆道与习气 主注先佛为九天玄女 此书为女性成道宝典 九天玄女将 诗曰 梨花散记圣空之 修以青春战雅兹 持目美人悲对境 逃塞性怜已成痴 盛世 无今日降注 昆道与习气 第六章 女子洗足涅丝旅 调粮必行 思作之者未知旅 女子洗足涅丝旅 即使一般女子喜欢 穿著各式美鞋 以展现婀娜姿态 调粮必行 乃指一般女子喜欢 在走路时摇动手臂 故作姿态 以引人注意 西时张子防夷乔禁旅 而得皇时攻授以太公兵法 今日夜苦读后 忠诚运筹策为帐中 决胜千里外之大谋略家 声波千邦 名扬天下 后人尊称谋圣 此即是因思旅而流传之美谈 其实思旅最早乃是用以护脚 追寻猎物之用 后来虽发展出许多种类 但仍是为了行走方便 或是为了防尸等实用性而制作 一般而言 有斜术双乙足用乙 然现今有些女性动辄 拥斜术十双 甚至上百双 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西时七季光之父因老年得子 故对七季光疼爱有加 除了受他文武双拳之志勇外 七季光之父七景通曾官至把总 富江等职 对其品德修养意要求十分严格 七季光十三岁时 某日穿了一双考究枝绣花丝旅穿过厅堂 七景通怒斥曰 孩童怎能如此奢侈浮华 现在锦衣雕球 以后必然玉石真修 我为人轻正连结 少有积蓄 一旦你贪玉不止 必然恪扣军队 迎私舞弊 一患于后世 当其知晓绣花鞋乃是外祖父家 送来的贺礼时 他还是让人扯掉了鞋面上之装饰 七季光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 一生只求安保 赌智读书 苦习武艺 后来终成为明代抗窝名将 杰出的军事家 明载轻史 道德经有云 罪莫大于可遇 或莫大于不知足 就莫惨于欲得 故知足之足 横足矣 其义乃是说 所有的罪与或莫过于贪欲 是欲 所以要去奢寡寡 因为事欲过重不仅有害于身心 更是社会恶害之根源 是想当今科技发达 经济繁荣 世人是否就过得很幸福了呢 故事人若只知改善外在的环境来解除人类痛苦 乃是羊汤止废 只飙而不能治本也 女性其实比男性更容易正果回天 九天玄女在此书告诉大家如何修女性伟大的德性 不管是男性或女性皆要学习 一定可以成道 望大家可以求道 找有天命之一贯天道 或去圣堂 虚元堂 明正堂 拱恒堂 还有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或一赤拱恒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脱离轮回 请同时也筑集弥勒净土 请联系一赤拱恒堂师兄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恩九天玄女 感恩九天玄女 此书就是女性成道正果的宝典 若女性可以做到 一定可以正果 男性也是 可以从此书学习道德性 应用在日常 相信很有帮助 虚元堂是一间非常好的圣堂 有许多善书可以注印 他们目前有建庙 点灯 元晨 健康 月老 福禄 请搜寻虚元堂 请搜寻虚元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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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